我們看到是政府2022年超支稅收4500億 希望孫昌已經是訂掉了不排富 臣民要捕發6000元的現金還稅於民 不過現在出現一個距領的聲浪 前台北市議員梁文綺他在自己的臉書 表示自己沒資格領 疫情三年他在當議員 薪水固定沒受影響